近日,內地接二言三發生的嚴重的扶手電梯及升降機事件 多宗意外造成多人的死傷,情景令人觸目驚心 引起社會對扶手電梯及升降機安全的問題高度關注 基於相關設施的便利性,現時已在社會上被廣泛地應用 但其危險性卻一直被忽視 除了使用者的安全意識不足外,作為負責維修及監督的機構亦責無旁貸 本澳過往亦曾發生多宗扶手電梯及升降機意外 部分均與設施出現故障有關,行好至今未造成太大的傷亡事件 儘管本澳於2013年實施,升降機類設備、審批、驗收及營運制度的指引 但由於指引不具備強制性的約束力,在缺少罰則的情況下 無法對負責保養及維修的公司作出監管 即使依靠業界的自覺性,實難以全面確保設施運行的安全狀況 況且相關指引實施至今已經多年,有必要檢討實施成效 並將措施進一步透過立法完善,以確保公眾安全 但現時依然未見有關部門或有任何行動或回應 根據統計,本澳現時約有6000多台電梯 而且部分使用頻繁,尤其是關閘口岸等地區 每日數以十萬計出入境人流 對於相關設施造成極大的負荷,一旦不幸有任何嚴重意外事件發生 效果將會不堪設想 有業界內的專家曾表示超過60%的電梯事故 為設施維修和使用者不當的原因所導致 反映電梯保養及維修對安全的重要性 而相關行業從業員技能水平更是間接確保公眾安全的因素之一 儘管現時所舉辦的電梯維保人員培訓 及下驗證過程有助提升從業員的工作技能和專業性 但培訓對象起限於業界人士 將有興趣從事相關行業的人拒於門外 未能協助舒緩業界人手不足的問題 同時,基於行業入行人數不足 面對本澳扶手電梯合升降機 隨著更大型的酒店、賭場落成而增長所造成的壓力 可能會導致檢測及維修過程不完善 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,不少市民反應 本澳部份的升降機即使剛剛完成保養核測 但短時間內同樣會發生事故 相信與業界人數不足有關 因此特區政府有必要確保業界有充足的人手 並確保從業員向上流的機會 提升個人專業技能 加強對公眾安全的保障 多謝 請多謝 請多謝